他就是这一次被枪手袭击的威震集团前董事长吴明达 案发之后他的基金会也在脸书发文 表示当时他与协会干部在办公室商讨育幼院捐赠物资 没想到结束之后遭到不明人士从后方攻击 他不顾自己身中两枪紧急安排其他人送医 虽然枪手投案但口供漏洞百出 他做这个公司无非是要漂白 还是毕竟摆脱不了过去那些江湖的人事物 难免他都会找上来 那而且他做一些相关的事业 基本上都会跟盗账的兄弟都会接触到 所以很难去撇清 所以这样无非就是常会发生一些一些纠纷利益纠纷 吴明达从前是大同区南兴街角头 1999年枪杀北联邦帮主一战成名 却也因此坐牢18年 假释出于之后接手经营亲戚的三温暖 并在2020年成立威震爱心发展协会 只是一边做爱心 2021年却涉及泰山枪击案 隔年还被质疑万华青山宫枪击案 买中居杀方明馆老大的主使者是他 甚至连士林民宅开枪案件 疑似也与他有关 文明达去年被依照预备杀人罪与图利赌博罪判刑一年八个月还在胜诉 私下却涉及了多起刑案 身在江湖 想要洗白恐怕不是这么容易 TVBS新闻网络写 咱们走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新闻网络写